HELLO,我是阿怪 又到了每周星期的手機電玩新聞報啦 暑假大了,大家都去哪裡玩啊? 我想要去台南啦 今晚我想來點丹丹漢堡的皮蛋瘦肉桌 那我們來看一下本周又有什麼遊戲爽吃囉 台南Echo旗下知名RPG 時空幻境系列手機星座 Tales of Kostoria 在6月16日正式上市 以最為主題 描述了主角背負的罪過 為了自己重視的事物而活下去的故事 而遊戲的玩法採用的是回合字方式 遊戲的畫面與玩法都還算水準之上 在原汁原味的時空幻境系列世界中 以生動的故事情節 以全新的角色作為特色 玩家可以踏入史詩般的冒險旅程 只是遊戲有一個缺點 目前只出了英文版本與日文版本 欸那個不好意思啊 算好的國際版啊 Squeenner 推出的勇者兜龍系列最新作品 勇者兜龍的CAD 在7月16日正式日本上市 而遊戲這款 需要玩家指揮勇者兜龍登場的怪物 來戰鬥策略的RPG 戰鬥方面 承襲了系列作 回合字指令戰鬥的要素 玩家將在 劃分為複數方格的地圖上 指揮3D化的怪物們 展開一場白熱化的激烈戰鬥啊 可惜是日文版本的 如果要玩台版的玩家 那就再等等囉 Spring Game 代理的手機遊戲 與神機在7月15日正式上市 而遊戲是主打 清新療癒的世界觀劇情 與遊玩體驗 看到這麼好的手機遊戲 怎麼能不介紹呢 而玩著玩著 沒想到又變成掃雷系列了 就有觀眾說明 一直不放實際的遊戲畫面 心裡一定有鬼 或是廣告全部都是道圖 我不能忍啊 不過沒關係 多多關注阿怪的掃雷系列 就可以幫助你們這個問題哦 掃雷系列 拯救你的手機容量啊 曾在日本發行過 碧蘭寒線 明日方舟 本手機遊戲的YOUSTA 近日發表了最新作品 碧蘭檔案 而遊戲主打的是 校園 青春 物語RPG 玩家正在遊戲中 扮演一名教師 帶領著學生一起解決 發生在都市內的各種事件 而目前遊戲上市的時間 預定在2020年內 感覺又是一款香香的手機遊戲哦 7月15日最新上映的 私宿列車 橄欖半島 大家有沒有看過呢 與最新的私宿列車 聯名的手機遊戲 全面失控 宣布在8月7日正式上市 而遊戲是主打 喪失題材的 末日生存策略手機遊戲 將塔防要素融入了策略玩法 在傳統策略遊戲核心 建造、經營、戰鬥玩法之外 更融入更多元素 也讓遊戲內容更加豐富 與軍曜金最新推出的手機遊戲 潘朵拉的迴響 必須在2020年球季發行 而遊戲是一款殺河末世題材的手機遊戲 玩家將在遊戲中扮演著指揮官 與主角蘭茵一同代理的 軍武少女潘朵拉的部隊 穿越時空回到過去 逆轉注定會被毀滅的未來 遊戲以經典玩法 殺河部署加上3D彈幕射擊 更有著軍武美少女們 交織成的百萬劇情 而在下禮拜又有什麼有趣 或是值得期待的手機遊戲上市呢? 由韓國團隊 Blue Potion Game 研發 並與 Games World 簡勝遊戲平台 聯合發行推廣的 MMORG 手機遊戲 臨近殺戮 預計在7月22號正式上市 而事前預約已經突破100萬人次了 以安賴的《靈魂之聲》 50年後作為世界觀 延續了原作的核心內容 也將安賴版的各種豐富內容等優化調整 為玩家打造最優質的遊戲環境 而遊戲的畫面看起來 有一點點像天堂的感覺呢? 中華網絡旗下自製的MMORPG手遊 《黃毅群俠傳M》 預計在下週7月24號正式上市 以2006年發行的線上遊戲 《黃毅群俠傳Online》復刻進化而成 結合了武俠與科幻題材的大型MMORPG 完整收錄了武俠大師黃毅所創的作品 玩家將扮演的角色 將沒有職業與武器限制 而養成的方向執行決定 以重製版來說 我覺得還可以啦 而如果想看遊戲介紹的觀眾 我會在右上角方向連結 由劍聖遊戲平台所代理的 HBO整版授權策略模擬手機遊戲 《全力的遊戲》 《靈東將至M》 預計在7月21號正式上市 而遊戲是耗時近兩年 專研地圖數據打造最貼近劇中的 維斯特洛大陸 而遊戲戰鬥的方式是採用即時策略玩法 遊戲中打字全金地圖 皆以Unity 3D引擎傾心打造 再加上首度曝光的4K高畫質影片 算是下禮拜還蠻讓人期待的一部手機遊戲 而以上就是本週的手機電玩新聞報啦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喜歡的觀眾還多點個讚並約一下 也麻煩要開啟小鈴鐺啊 我是愛玩搞怪遊戲大怪 我們下集再見啦 掰掰